圣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地方 希望大家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圣经里面的地方 我们谈到了伊甸 伊甸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伊甸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 它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在伊甸神也设立了一个园子里面 充满着各样的果树 它也将第一队人放在伊甸园里面 它是一个被水滋润的一个园子 伊甸园也是又发拉底河 以及提格里斯河的发源地 伊甸园是一个非常茂盛的地方 非常肥沃的地方 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些人听到一句词汇叫做 失去的乐园 是一个诗人叫做 Milton所著作 就世界 就地球而言 这个乐园已经失去了 因为已经找不到这个乐园 但是乐园总有一天会回到地上 这个也是约翰所看见的 这个蜀天的城邑是一个花园城 所以伊甸园是一个蜀天的地方 那保罗他也曾经看到 他也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 在那里看到的乐园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相信 这个人就是 这个看见的人就是保罗 所以乐园失去了 但是乐园有一天还会再回到我们这里 这也是我们想要 作为我们永恒的家园的一个地方 圣经之地的第二 罗德之地 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四章 16节 创世纪四章16节 于是该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 罗德之地 那罗德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一个地方真正的名字 那罗德的字意 是飘荡的意思 所以罗德之地 字意上是 飘流之地 所以这可能是 该隐所飘荡的地方 也可能真正的一个地方 叫做罗德 那亚当夏娃是在伊甸的东方 住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因为这个园子就是在伊甸的东方 但是在这时候 该隐被驱逐了 离开耶和华的面 然后去住在伊甸东边的 罗德之地 他是在伊甸以外 但是是在伊甸的东边 那如果我们喜欢阅读的人 我们可以去看一本书 叫做伊甸的东边 当然这个跟圣经故事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圣经故事 就驱使了这个人 写了这本书 所以 所以该隐 他很靠近伊甸园 可是却也离伊甸园 这么的遥远 那罗德是怎么样的 一个地方呢 在第二节 圣经描述 该隐是一个种地的人 但是在第十二节 神告诉他 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对一个农夫来说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种地 地却不给你效力 所以当该隐被驱逐 离开神的面 他已经不能再做一个农夫了 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这个地就受了咒诅 可是当神向该隐 来宣判他的 就像是第二个咒诅 但是这第二个咒诅 是针对于该隐的 第十一节 就是说 你受咒诅 你从这地上被受咒诅 也就是说 并不是整个地上 第二次受咒诅 但是对于这个人 该隐来说 这个地 第二次的受到了咒诅 就是他 离开神 无论往哪里去 在他所漂流的地方 无论他在哪里 种地 这个地就不给他效力 可以想象这个人 带着咒诅 无论到哪里去吗 因为他是一个 受咒诅的人 他到哪一个地方 在那里种地 这个地就受到 第二次的咒诅 所以他无论选择 要住在什么地方 那地方就会成为 一个荒凉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仔细地看 第三章 为了亚当的缘故 神咒诅这个地的时候 17节到19节 就讲到说 地要长出 荆棘和吉里来 但是神还是告诉他 必须要来种地 并且你必汗流满面 所以虽然被咒诅 但是这个地 还是可以生出 生出出产来的 虽然是令人 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该隐才是 一个种地的人 但是在这个时候 该隐不再能够 继续地来种地了 亚当还能够 从这地里面 得到出产 而且在该隐还没有 杀死他的兄弟亚伯之前 他也能够来做农夫 但是16节 我们看到 该隐就离开了 耶和华的面 然后就去住在 罗德 就是在漂流的地方 离开耶和华的面 这是一个非常 不能够定下来的 因为是一个 飘荡的人生 可能也不关 肉体的飘荡 因为他后来 也为自己来 建筑了一座城 但是他所居住的地方 却被称为 是飘荡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才 所唱的这首诗歌 就是离开神 远离天赋 因此他住在一个 远离耶和华的地方 你怎么称一个地方 是远离耶和华的面的呢 就是一个被神所遗弃的地方 所以不只是 鸟不生蛋 而且是 你完全没有办法 得到任何的恩典 这个可以说是地狱的 一个前身 它并不是地狱 但是是地狱的前身 就像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 事先尝到了天国的滋味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 诗人告诉我们 在神的面前是 有充满足的喜乐 所以在 远离神的地方 则是一个 完全相反的地方 完全没有喜乐 而且是 充满着痛苦的地方 你可能会想说 该引过了一个好的人生 他的后裔是 非常兴盛的 他们盖了一座城 他们成为铁匠 你听起来 好像是工业革命一样 而且他们也发明 或者他们也创作音乐 你没有看见那些 在娱乐界的人吗 他们不是过 这个非常快乐的人生吗 他们当中有多少人 会去治伤 多少人来吸毒呢 破裂的婚姻 所以我们不能说 那些唱歌的人 就一定是快乐的人 所以该引住在 一个被蛇所遗弃的地方 是满足的喜乐的 相反的地方 什么使地狱 成为地狱呢 你说地狱里面 有火 有虫 这些都是描述 他用你在这个世界上 所看到的事物 来描述地狱 但是这个地狱的实在 现实的一面 就是它是神所 撇弃 神所遗弃的地方 如果你拿 该引跟亚当夏娃 来做比较 亚当夏娃犯罪 他们被驱逐 离开伊甸园 但是人类还是继续地 跟神来沟通 当该引亚伯出生的时候 那夏娃还能够说 神赏识给我 这个人 这生命 那该引跟亚伯 也还是向神来献祭 但是这时 该引被从神面前 驱逐出去了 我们不需要杀害自己的兄弟 才被神驱逐 离开他的面 我们翻开马太福音 25章 41到43节 马太福音25章 41到43节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死者 所预备的勇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这群人是神来控诉 他们没有爱心的 因为44节 他们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看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是克里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没有来之后 你呢 这个王就回答 他们说 如果你没有照顾 这些需要的人的需要 那你就是没有在 坐在我的身上 所以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被从王的面前 所赶出去了 46节就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他们是离开我 被咒诅的 到永行的地方去 也如果我们不爱 我们属于我们的人 在约翰一书当中 约翰有谈到说 如果我们不爱 我们就不认识神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就不能够 居住在神的面前 一个不爱的人 就不认识神 所以我们不需要 去杀害我们的兄弟 只要我们没有爱心 在最后的审判当中 我们就会被 从神的面前赶出去 所以基督徒被招 是要按着 不是按着自己的爱去爱 那是按着神 给我们的爱去爱的 耶稣自己给我们的爱 来爱 那我们也知道 这是怎么样的爱 我们翻开 启示录的22章 第三第四节 启示录22章 第三第四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 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 都要侍奉他 他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这里谈到了 属天的城 是园子般的城 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 这里说 以后再也没有咒诅 挪德之地是 双被咒诅的地方 但是这个属天的城 这个园子的城 是没有咒诅的城 不只是如此 在这里要见他的面 是在神的面前的 一座城 因此在这个地方 是有满足的喜乐的地方 很有趣的是 在第四节这里 记载说 他的名字 要写在他们的额上 当该隐被驱逐 离开神的面 他怎么说呢 我忘记告诉大家 将书签 放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该你对神说 神啊 这样子你帮我赶出去 每个看见我的人 都要杀我 因为我是一个 在逃逸的人 神就告诉他说 我就要将一个记号 放在你的额上 所以十五节 神就对该隐说 凡杀该隐的 必遭暴七倍 所以在这里 还不是真的一个地狱 因为神 还是在某些方面 来照顾着该隐 但是你不会想在那里 虽然不是地狱 但是它是 像地狱的地方 一个逃难人的生活 你可以想象 你身上必须要有个记号 因为每个人看见你 每个人看见你 都知道你是一个 逃逸的人 每个看到你的人 都想要杀害你 有一句话这么说道 你是过街老鼠 如果你是过街老鼠 那下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人人喊打 该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必须要有 一个项目 我不知道 是否是一刀 我不知道 但人们说 他必须要有 你不能打我 因此他身上 需要有个记号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是纹身还是什么的 但是人家要打的时候 他可以让他们看 说我身上有记号 你不能打我 你会想过 这样的一个生活吗 我记得有一位 一个青少年 是一位 有理智的人 都不会喜欢的 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 Amos E 他被关 这个人会让你觉得 很想要揍他一顿 那事实上 也真的有一个人 揍了他 结果这个人 也被宽起来 因为他的脸上 没有一个记号 说不能打他 那当然 在新加坡 你不能够 为所欲为 所以 这个人就在 法院 外面打了他 结果这个人 自己也被 被抓 但是 他身上 他身上 有一个记号 我们来看看 有关于 这个 挪得之地的 第二点 在四章的 十四节的 前半段 那在这里 谈到说 为什么人会想要 杀他 就是因为 他们知道 他漂了在这个地 所以这个 挪得之地 是一个 逃逸的人的 地 因为挪得的意思 就是 飘荡的意思 比较我上次 跟大家分享的 圣经之地的 第一个地方 在二章八节 二章八节 谈到耶和华神 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 一个园子 然后继续说 他把人 安置在那里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一个被安排的地方 让人可以住在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看到的是一个 安居 住下来的景象 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是要人可以 安顿下来的地方 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一个平安的地方 是一个肥沃充足的地方 是一个你不需要 担忧的地方 那挪得这个地方 就是恰恰相反的 在人生的旅程当中 有两种的旅人 我说旅人 因为这是 是一个 是一个 路途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旅居的人 到现在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这些基督徒 应该明白 这个世界非我家 我们的真正的家 是要从天上 降下来的乐园 所以我们都是旅人 所以在人生 这个旅途当中 有两种的旅人 第一个是朝圣客 朝圣客有一个目标 他们并不是 漫无目的的飘荡 朝圣者他们在 寻找一个圣洁的地方 朝圣者在寻找一个 可以敬拜神的地方 那朝圣者有一个 已经被预定好的目的地 并且他们的眼目 已经锁定的这个地方 他们要到这个地方去 那我们作为朝圣客 我们是跟随神的带领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思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那十三节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这些人指的是谁呢 比较针对性的是指责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第八到第十二节 已经记载 并且他们也承认 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在英文的版本 这里形容 他们是朝圣者 也就是说 虽然他们是在世上寄居的 但是他们却有一个目的 他们也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地 十四节 他们在寻找一个家乡 十六 他们在寻找一个天上的家乡 他们也顺从神的带领 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另外一种的旅客 你可以猜得到 他们是飘荡的 没有一个目的地的 为什么有些人会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来飘荡呢 我们来看生命记 生命记第九章 二十三节 生命记第九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耶和华打发 你们离开 加地之巴尼亚 说你们上去 得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 那时 你们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神的命令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摩西来对这一群人 这是离开埃及那群人的后裔来说话 当时候有一些人 是离开埃及的时候 还是孩子 但是更多的人 他们是在旷野出生的 摩西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故事 他们是从这个为奴之家 埃及所救出来的 他们被救出来 不是要成为一个飘荡的人 他们乃是有一个 一个目的地的 他们应该要进入迦南地 就是神很早以前 就应许要给他们的列主 那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圣地的门口 所谓圣地 是因为神要使那个地方 成为圣 神要他们进去 将罪恶驱逐出来 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门槛 就叫加地士 加地士的意思 就是圣洁的意思 可是当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拆了十二个探子进去 当中有十个探子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不能不能我们不能进去 因为这个地会把我们吞吃了 那两个探子 就十二个里面的两个探子 是好的探子 他们说 如果神喜悦我们 我们就可以进去 供取这个加地士 但是这十个探子的声音 就剩了 那整个会众就哀哭 然后向摩西跟亚伦发愿意 我们要回到埃及去 所以在这里 《生命纪9章23节》说 你们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神的命令 你们不信服他 你们不听从他的话 进去征服迦南地 所以从那天开始 那个地方不只叫做加地士 但是叫加地士巴尼亚 巴尼亚的意思是什么呢 巴尼亚的意思就是 飘荡之子的意思 那这个尼亚的自根 跟挪得的自根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成为了飘荡之子 他们就变成 类似该隐的人 在《创世纪》的四章十四节 他说我必飘荡在地上 那这个飘荡的意思 跟这个尼亚的意思 是一样的 是从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 那为什么人们 会变成飘荡的人呢 并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让他们去 是有地方 甚至是已经为他们 预备好了这地方 他们生下来就有这个盼望的 他们生下来就已经有一个计划的 但是他们却不跟着这个计划走 所以他们没有来信靠神 他们也没有听从神的带领 所以他们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他们乃是在旷野 再飘荡了三十八年 还有其他类型的飘荡者 我可以想到一个最糟糕的 就是当你已经在应许之地 你已经在享受神 丰盛的福气了 但是你却选择离开 在新约当中 主耶稣谈到这个浪子 浪子离家了 他就成为一个飘荡的人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有两种人 有一种他们朝向正确的方向 他们最终也会达到 这个正确的目的地 另外一群人 就是选择去流荡的人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飘荡者 不是他们所选择的 但是神却会帮助他们 我们翻开诗篇 五十六篇 第八节 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 第八节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述 求你把我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 十一节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是大卫的诗 他成为一个飘荡的人 却不是他自己所选择的 在这首诗歌的小字里面 这小字 不要以为这小字是仁义 加上去 这个也是神的话 在这里小字记载着 费利斯人在加特拿住大卫的时候 这是大卫做的诗歌 所以这并不是他自己所愿意的 但是神允许他 去经历这样的痛苦 而在他飘荡的时候 他发现神还是在照顾着他 所以他说神记载了 他流离的次数 神有这个很有趣的账本 他的账本里面 有记载着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 也记载着你流离的次数 而且他也将你的眼泪 装在他的皮带之中 这些起都不记在你的册子上 所以当大卫知道了 11节大卫说 我依靠神 我必不惧怕 当神与我同在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很有趣的是 这首诗歌的小字也说 要用调远方无声歌 这个远方无声歌 远方给你那种飘荡的感觉 因为已经远离了你称为家的地方 然后他说无声歌 我们来看之前的那首诗歌 55篇6到8节 55篇6到8节 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我必远游树在旷野 我必树树逃到避索 脱离狂风暴雨 在这里大卫心里非常地猖狂 他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像一只鸽子一样 可以飞去逃离这个狂风暴雨 但是在这里他心里面 已经有了这样的肯定 就是他无论流离多少次 他流了多少眼泪 所以一切都记在神的册子上面 所以他想象自己是一只 在远方的没有声音的鸽子 他心里面是平安的 他对神有盼望 挪得之地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最后一点 在四章的十四节 十四节的下半段这么说到 十五节谈到说 凡杀该隐的必招保七倍 十四节说 因为有人遇见他就要杀他 那后来该隐来结婚生儿育女 那因为他身上有这个印记来避免他被杀害 但是他还是住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 因为在二十三二十四节 他有一个后裔这么说 我们来看二十三二十四节 创世纪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 亚大 希拉 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 壮年人伤我 把我杀了 少年人损我 我把他害了 若杀该隐招保七倍 杀拉麦必招七十七倍 他被人伤了 被人害了 但是他杀了他们 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 这个人就是以暴力为主的 就是任何人 我只要充满暴力的话 我就可以生存 所以挪得之地是一个 以暴力为主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 因为干你的缘故受咒诅呢 我们记得吗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说 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飘荡在这地上 我们再看十一节 十一节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 接受你兄弟的血 那这个地第二次被咒诅 就是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弟 这个弟弟的血流在地上 但是他居住的地方 确实是一个他的后裔 要流更多人的血的地方 那时间继续地下去 一直到某个时间点 神说不能了 我必须要来毁灭这个世界 在创世纪六章五节 圣经记载 当时的地 非常的罪恶 人终日所想的 尽都是恶 当神借着洪水将这个世界灭了 第二十一节 他重复 人的心从小时就充满着恶念 所以在罗亚的时代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人的邪恶呢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八节 在这一节主耶稣这么说到 就是在那日子 人们还是照常的嫁娶吃喝 一直到洪水来 把他们都冲走了 那吃喝嫁娶 到底有什么恶的地方呢 我们是否曾经想过呢 主耶稣启示说 吃喝或者是嫁娶 是一件恶事呢 他们本身并不是恶事 但是真正在挪亚的时代 为什么是一件恶事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洪水之后看到一些迹象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九章 第一到第七节 创世纪九章的一到七节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变满的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都比惊恐 惧怕你们 连地上的一些昆虫 并海的一切鱼都交在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 这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留你们血 害你们的命的 无论是兽 是人 我必讨他们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 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留 因为神造人 是造的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吃喝本身没有错误 因为在洪水之后 神让他们吃肉 因为在洪水之前 他们只是吃菜酥 嫁娶也没有错误 因为那些离开 被神拯救 离开方舟的 神两次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但是在神允许嫁娶 让他们有肉吃的时候 神特别嘱咐他们 有关于尊重生命 要不可以留人的血 无论是兽 或者是人 反而取人的生命的 都必被致死 神也告诉他们说 要他们禁止吃血 作为一个 尊重生命的记号 人命的记号 所以在洪水之后 神马上命令 他们不可以杀人 所以在洪水之前 其实神并不是说 不可以嫁娶 不可以吃喝 乃是因为当中 有强暴 亚当夏娃 被驱逐离开伊甸 但是盖尔就代表了 人类可以离神 有多么的遥远 这个就是 挪得之地 作为结论 我们看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 首两个地方 他们是相反的 伊甸的代表 就是他是一个 被栽种的原子 挪得所代表的是 地被双倍的咒诅 伊甸是人跟神来 团契 相交的地方 而挪得则是 飘荡离开神的面 的地方 伊甸是生命之树的所在 而挪得却是一个 强暴 暴富 杀害的地方 让我们从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首两个地方 来学习教训 因为他给我们两个 非常清楚的选择 你想要去什么地方呢 伊甸吗 还是挪得之地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 61首